教师如果有档案要分享给小朋友 或者你的学生 那怎么操作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你如果拥有编辑 你是课程的教师 你就会拥有编辑权 进到你的课程之后 在右上角有一个启动编辑模式 像我刚才就是已经启动 那我现在关闭之后 你会看到启动编辑模式 按下启动编辑模式 你就会看到你可以新增活动 新增的活动有很多 属于作业类型的 属于资源类型的 那老师最常拥有的 就是你的教学的档案 不管是文书处理的 简报的或者各种不同的档案 你都可以上传 那选择的是这一个档案 选择这个档案 选择新增 它就会有表单跳出来给你选 比方说我做一个上传一张图片 然后这边你可以选择加或者按这里 把档案上传上来 选择浏览 取消 那你的档案你可以在这边选 你还蛮多可以选择到 你可以最近上传的档案 伺服器上已经有的档案 还是自己再重新上传 选择我要的图片档案 好,我选一张桌布上来好了 假设这是我们新北市教育作业系统的桌布 那这边作者是谁 啊,著作权你要选属于哪个 你也可以选择说我用创用CC哪一个 你可以发表成公共领域 这一张,这个档案 著作权属谁 这个都可以做设定 那我选择非商业系相同方式分享 可以上传这张档案 那我们上传档案的上限 我们之前讲过,目前是设定是600Mbps 一个档案600Mbps 相当够有 做完之后,直接按储存或者是显示 你看这边就有一张图片 点进去就会看到图片 这就是我们的图片 那如果有异动 你就可以选择编修改设定 那再讲另外一个更方便的档案上传模式 首先你要用你的浏览器有支援HTML5 不支援的你可能没有这个功能 你可以把视窗说到这样子 然后把你要上传的像刚才我的图片是桌布 一样是这张图片 你可以直接用拖拉的 这个是HTML5的浏览器特有的功能 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比较早期不支援HTML5的浏览器 你可能没有办法有这个功能 就是直接这样拉上来 他问你要不要上传 是,我就直接上传 这样你就会看到说 这张图片就被串上了 有没有看到?直接就上来 而且还有直接显示缩图 算是相当方便 所以 我们上传档案方式相当方便 而且多元 你也可以上传之后再去修改 不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删除 好像这张图片我多传了 我就删掉 确定删掉它就不见了 这是我们上传档案的方式 可以用新增活动里面的档案 你也可以直接把档案怎么样 拉过来 把你的档案拉过来 直接这样拉过来 这很方便的 让老师可以上传你的教材 提供给学生 来看